大家好 这期给所有的海外华人讲一个好消息 讲一个重大的商机 真的重大商机 啥事儿呢 还是与我们这个包包同学有关 与我们的习总书记有关 习总书记在7月29号到30号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即不是外交会议 也不是经济会议 也不是军事会议 而是统战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会主席 习近平 主持召开了中共统战工作会议 并发表重要的讲话 强调 今年是我们党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100周年 要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的正确方向 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 加大全世界统战的力度 所以我跟你说 统战这个词我们耳熟能详 但是你真的能感受到统战里面的商业的节奏的人并不多 所以跟大家分析分析扯吧扯吧 习主席他是一个大人物 习主席讲话都是原则性的讲话 这是土工的工作的套路 你看习主席自己的讲话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 全是几句废话 是吧 同战那要搞了很重要吗 但是你知道吗 他说了大原则性的话 下面有人要诺实的 怎么个诺实啊 共产党的文件它是三块 第一块是高度重视 你一定要记住啊 高度重视 这个高度重视是谁重视啊 你跟我说说看看 领导高度重视 习主席高度重视 所以习主席的所有的讲话就在这么四个字里面 高度重视 或者说叫统一领导 你最好是用高度重视 第二个是什么 叫做什么 工作具体 这个工作具体是什么呀 就是你要细分 要干什么东西 真正的获释在第二块 有些具体的工作 比如博多少钱啦 啊 成立个多少组织啊 招募多少员工啊 是不是 这个在第二块 叫具体措施 工作措施 第三还是习主席的叫什么 叫加强领导 所以高度重视 或者叫做落实措施 工作措施 然后加强领导 重点是在第二块 习主席在北京开会 统战工作重要讲话 是吧 要把统战工作要推到历史的新高度 我去 那是有钱的啊 所以北京的哥们告诉我说 统战在今年的下半年 还会玩一票大的 在习主席滚蛋之前啊 会有很多很多的钱用于统战 外交部是统战花钱最大的部门之一 我们知道中国的去年的 2021年的财政的支出啊 其中有一大块是外交部花出去的 占了整个财政收入的80% 全是花出去的钱 这个钱其实都是统战的钱 所以有人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总觉得统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 那是因为你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哎不对 那是因为你的这个低 非常低的低到尘埃你的社会地位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你在一个县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统战部的部长 他有什么权力啊 在一个县里面最牛逼的官员 是县长县委书记是不是 然后就是什么呢 公安局长财政局长工商局长 是吧税务局长 哎因为这些都是与权和钱直接打交道的 统战不算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啥也不是因为他没钱是不是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在县里面 甚至在省里面都是这个格局 但是到中共中央中南海下水道里面 可不是这样 统战是真的是大权在握的一个部门 大把大把他花钱的部门 他一分钱都不赚 他专门不花钱 花的是花的你手软 花的你腰痛 花的你蛋痛 你知道吗 说这个习主席花银刚诺 中央财政就拨钱 拨多少钱 5000个亿 要向全世界 要洒向全世界 而且主要是洒向海外华人 为什么要搞统战呢 所以我说了嘛 给大家传递一个好消息 传递一个好消息 包子要拨款5000个亿 在全世界大搞统战 海外华人大量的 乌洋乌洋的海外华人 抢吃狗粮的时代 真的就是来了 有好多个人 你这个时候你电量电量 因为中国人 跑到海外赚钱也不容易 没有几个人像我一样 这么的心心念念的 这么的天天 盯住个优管做 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大家都是想 人在美国赚土工的钱 人在英国赚土工的钱 是不是 舍不得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利益在土工手上 你舍不得中国的利益链 那你就是舍不得土工啊 所以最好赚的钱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叫什么 叫政府啊 叫镇商关系 你在中国做生意 你只要把官员搞定 把政府搞定 又赚不完的钱 我有一个哥们 是一个很好的人 看上去也挺帅 也挺温和 挺爱学习 是我的粉丝 而且人相当不错 但是他就是舍不得离开中国 我跟他说了好多次 舍不得 为什么呀 因为他做这个什么 叫政府采购 做这个生意 我一听我就懵 我说你政府的采购 你怎么能做进去呢 哎呀 他说不足为外人道也 他说过去他的生意不明了 反而是这几年 他做的是风神水起 盆满钵满 为什么呀 因为打通了政府的所有的关节 做政府采购 赚风了都 所以他绝对舍不得 在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从晚清开始官商勾结 官商结合 叫做官商合办 官独商办 官商结合 那是中国企业做生意的人最大的商业模式 那这个东西你身为一个华人 你到了自由世界 你依然还是以这个官商结合 以官商勾结 作为你的最大的商业模式 可是你人都在美国 人都在英国 人都在法国 人都在日本 你怎么跟中国政府做生意呢 统战呢 统战是习主席共产党最愿意搞的事情 所以有这么几种情况 你身为一个海外法人 你开始要抢狗粮了 发财的时候到了 别说苏老师没有提醒你 别说你天天看我的节目 好像没有什么收益有大 我跟大家提供机会了 你只要你不要脸了 只要你愿意出卖你的灵魂 只要你愿意跟土工合作 赚不完的钱 有哪种人 有可能会被土工统战的大学教授 连张守胜这种大学教授 就算对诺奖的人 然后就跑到人民大会堂 是吧 接受习主席给他颁奖 结果奖刚刚拿到老代搬家了 从高楼一月而下死了 杨振宁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种人 就是你说杨振宁他不懂事吗 他怎么不懂 他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 他就被统战了 有钱呗 连他的那个年轻的老婆公翻 是不是有钱 这都是统战的故事 我告诉你 这只是名人统战时代 以后的五千一拨下去 你是一个小小私 你都有可能成为统战的对象 真的 你可以刺探点情报啊 你可以在网上 在推特上 在脸书上 在油管上 骂骂我们这些个反共的人 一样的有钱 过去的五毛 你只是在这个中共的微博啊 微信里面骂骂我们这些个坏家伙啊 赚点小稿费啊 赚点这个五毛啊 是不是 以后你在海外也可以啦 有很多个垃圾什么司马兰的什么桥木啊 你们赚钱的时候到了 比如说一个是大学教授 第二个是什么企业家 第三是什么呢 是政客 第四是什么呢 各种社团的领袖人物 比如说你是哪个教会的长老啊 或者是牧师啊 你跟习主席抛个妹眼呗 是不是 让他欣赏你的菊花呗 习主席就给你点钱 真的 好多 你如果没有的社团的人 你可以自己组织一个社团呗 是吧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社团嘛 你突然发现 洛杉矶爱国统一促进会 福建 这个什么华盛顿爱国统一促进会 为什么突然猫出这个组织啊 有病啊 有钱呢 是不是 共产党给你钱 谁给你钱 你问我美国政府给你钱吗 有病啊 所以啊 给大家出几个思路啊 给大家交点这个不咬脸的本事啊 一定要学会赚共产党的钱 商业模式 华人他没有原创价值 也不像我这么吃苦 自己坑吃坑吃 知道吧 一定要记住 永远牢记 任何时候都要学会赚土共的钱 那才叫真赚钱 你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呀 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这么糟糕啊 过去 柯林顿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是想着把中国带入市场经济的时代 然后让中国回到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大家庭里面 然后全世界的人一起来搞自由民主 结果呢 中国没变 中国一样像过去那么爽流氓 共产党一样像过去那么抽搏腰 中国人变的是谁啊 变的是美国 哎呦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经典的失以长期以至已的故事 这是中国人的思路嘛 是吧 我向你美国人学习 我他妈的是为了打败你 经过四十年的奋斗 美国人没有改变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真的改变了美国人 牛逼吗 共产党就这么牛 我跟你说啊 现在你看美国那些个政客 你说克里斯拉里 你拿了中共多少钱 你拿了马云多少钱 你拿了赵威多少钱 是不是 你拜登家族 你拿了中共多少钱 你敢说吗 你老妖婆家族 你拿了中共多少钱 是不是 你那些个流氓政客 你比尔盖茨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你们有一个人把中共扳倒了吗 没有啊 他们中共产党经过这么多年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诗以长级以至疑的故事 我学你美国人的技术 我终于把你美国人干成一袍狗屎了 今天美国成了一个屎坑国家 中国东西西乡 小奥家府 为什么 因为有统战 牛逼啊 我跟你说 这就是常识 开玩笑会开玩笑 首先第一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随着细胞子统战的新的命令下达 全世界的华人一定会像苍蝇一样的 去奔向习包子的统战这么一块大蛋糕 会有很多人去赚这个钱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把话说着好 我饿死我也不赚土工的钱 真的 绝对的 我先把话说着好 如果有一天我的频道有点影响力的 被共产党收摆了 我一定当众向全世界的我的粉丝们 展现我自杀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就死给你们看 老子饿死也不吃土工的钱 我就靠我的坑哧坑哧 造谣传谣 我赚点广告费 我不丢人 我很牛逼 真的 我过去 我是体制内的一个小台奸 我都没吃土工的狗粮 我都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现在我还想吃土工的狗粮 我吹他个大爷 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就睁打我们的黑色的眼睛 看着我们这个世界 比我们的眼睛更黑 谢谢